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8月28月10.05分04秒 播放流选509627A91DEDCDC55C36C8AD65B1513D70201 本地月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报恒大2-1生花毒死人设高龄建工 杨立一绝杨 杨立一绝杨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B понимX00X WINDOW DAPA VIDEO ARR PUSH VD 零引R PUSH VD2127I X3BI 下一emin Maryland In Lose,GTIMG.COMLOSE UP,RS 051161203096404800,Big视频,战望恒大2-1宣花毒死连射高龄进攻,杨立一绝杀眼逆转,时长约2分42秒。 提参加记者与嘉欣广州报道,这场比赛我们在上半场可能踢得太急糟,到了下半场踢得更有耐心了。 包括落后的情况下,我们没有放弃,坚信球队协力能够打回来。 9月2日,广州恒大主场迎战上海宣花,在球队处于落后的情况下,高龄打入关键性的半平进球,最终恒大2-1连转取胜。 赛后,高龄透露,赛前大家都做了困难的准备,因为知道现在每一场比赛都不是这么容易。 他表示最后能取得胜利,是全队努力的结果。 苏宁官方就甘此三话言论,致歉,不生花以上数周超公司,凭借高龄和杨立一的进球。 恒大2-1坚难击退胜花,由于恒大进攻端高拉特、塔、利斯强、保利明230万元最近状态火爆。 加上此前于天津权剑的比赛,有消息透露着,高龄是当时的末尾球员。 最近关于高龄的舆论不断,本场比赛正正累计黄海亭赛,高龄打上队长秀标。 他用实际表现,来做出最好的回应,对方的球员收缩比较靠后,给我们空间不是太多。 所以还是有点急躁,上半场高龄多次尝试在边路突破和栽进去胜门。 正如他所言,急躁的情绪影响下,这些进攻并没有造成威胁。 下半场我们还是很好地把球控制住,利用两边控制船中,效果非常好。 我们调整得很快,比赛第53分钟,上海善花打入一颗点球,不过高龄在5分钟后就将比分扳平。 最后球队U23小将杨丽宇打入绝杀点球,恒大反败为胜,谈到杨丽宇的表现。 高龄表示不光是杨丽宇,其实对那几名U23球员都表现得非常努力。 可能他们在经验上有些欠缺,但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,让他们更快成长。 毕竟他们是我们球队未来,今天也不负众望,我相信对他的成长是一个很好的帮助。 接下来广州恒大将先后面对北京国奥和上海上岗。 这两支球队现在排名均在恒大之前,若两战能大获全胜,恒大将回到榜首位置。 我觉得还是要一场场去踢,对方可能比我们更紧张一点。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,然后按照教练要求掌控比赛,把心态调整好,我们还是可以取得好结果。 高龄坦言,后面还有是场比赛,每一场都很关键。 因为你跟任何球队比赛,获得胜利都是拿到三分,每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,我们目标很明确,要争取赢的每一场比赛。 作为中超级联冠,本赛季广州恒大的中冠道路并不顺利,排名前三的球队基本都非常接近,一两场势力也可能影响整个走势。 高龄认为,这样激烈的竞争,也说明整个中超联赛在进步,所有球队都在进步,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督促,让我们更努力去练,更认真对待比赛。 更多精彩的比赛,都是所有球迷希望看到的。